这个小伙子真有梦 面对四头丧尸的包围 他拿着一卷鱼线就冲了上去 只见他飞起一脚踹飞第一只小可爱 随后便手持鱼线 围着另外两只转起了圈圈 没多久 这两只小可爱便因为互相较劲 失去平衡栽倒在地 这时候最后一头丧尸也晃晃悠悠走了过来 小伙子艾尔顿这才抄起地上的大扳手 瞬间就让丧尸的脑袋爆僵了 几天前还手无腹肌之力的艾尔顿 为啥变得这么猛呢 这还是要多谢霍普告诉了他 母亲真正的死因 接受不了现实的艾尔顿 狼狈地跑了出来 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拿出了母亲留给自己的书 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 多年来每当心烦一乱的时候 他读一读这本书总能舒服很多 可是到如今他却越看越心烦 干脆动手撕下书页丢了出去 眼看着妈妈留给自己的书 就这样随风飘散 他又后悔了 赶紧扛起行李 跑去追书页 好巧不巧 其中一夜被风吹落到一滩鲜血之上 要知道此时的丧尸就算流血 也都是经过十年发酵的陈年降血 如此新鲜的血液 一定是人类受伤了 艾尔顿顺着血迹找了过去 半路上有一只丧尸忽然窜了出来 艾尔顿刚准备反击 丧尸就自己倒下了 紧接着 珀西紧紧抓着匕首 从阴影里走了出来 一脸戒备的质问艾尔顿 是如何发现自己的 可惜话还没说完 他就因为尸血过多晕了过去 艾尔顿帮他包扎了一下 可是鲜血还是引来了不少丧尸 没办法 艾尔顿只能拖着珀西开始跑路 拖醒了几百米以后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拖着一个人 是不可能跑得过丧尸的 与其体力耗尽 变成丧尸的晚餐 不如趁着体力充足 奋起一搏 于是就出现了 故事开头的一幕 在艾尔顿走后 团队里只剩下了四个人 半夜遇到丧尸 大伙只能咬牙杀出一条血路 菲利克斯为了掩护众人撤退 左脚被铁丝划伤了 可他仍然咬牙继续前行 一直走到第二天天亮 四人这才找了一间 废弃的别墅休息 经过包扎后 哈克告诉菲利克斯 他的伤口很深 往后恐怕没办法 跟上众人的脚步 不如由他带着两个女生先走 菲利克斯留在这里养伤 菲利克斯不愿意拖累大家 想都没想便答应下来 殊不知 他脚上的伤口 根本就不是铁丝划伤的 而是昨晚哈克趁乱 给了他一刀 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摆脱菲利克斯 独自带着姐妹俩 找布里克中小交差 听到哈克要放弃菲利克斯 艾瑞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当场就跟哈克吵了一架 看到哈克摆事实讲道理 非要说服自己 艾瑞斯渐渐开始怀疑 哈克的真实目的 不久后 他便把自己的怀疑 告诉了霍普 没想到霍普听完反应极大 当场拍着胸脯表示 哈克没问题 哈克曾经救过自己的性命 如今艾瑞斯跑来诬陷他 那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艾瑞斯实在理解不了 霍普的脑回路 两人只能不欢而散 到了午夜时分 霍普悄悄收拾好东西 跑来找哈克 说艾瑞斯不可能放弃菲利克斯 自己跑路 为了更快地抵达纽约 他决定和哈克组队先行一步 哈克此时正愁着 如何骗走姐妹俩 看到霍普自己送上门 二话不说便答应下来 他准备先把霍普送给布里克忠孝 回头再来搞定艾瑞斯 没想到走到半途 包里的对讲机忽然响了 哈克害怕霍普听到自己的秘密 干脆告诉霍普 自己要上厕所 随后匆匆走出几百米 打开了对讲机 很快 对讲机那头就传来艾尔顿的声音 他还以为菲利克斯和哈克在一起 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 自己找到了失踪的破析 哈克赶紧询问两人的位置 天真的艾尔顿想都没想便说了出来 没想到话音刚落 霍西便冲过来关掉了对讲机 拎着艾尔顿的衣领艰难地告诉他 那天晚上偷袭自己和叔叔的 正是哈克本人 此时的哈克觉得自己胜券在握 一路上有说有笑地带着霍普往前走 完全没有想到 年轻的霍普同学 平时最喜欢的华语电影 就是无间道 其实在艾瑞斯怀疑哈克前 他就破译了哈克对外联系的密码 于是故意跟艾瑞斯吵架 找个借口把哈克约了出来 同时他还带走了菲利克斯的配枪 准备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审问一下卧底哈克 这不走了几公里以后 他就故意落在后面 随手便直接把手枪掏了出来 表示要跟哈克好好聊聊 而哈克却认为霍普不敢开枪 干脆拿霍普去世的妈妈来刺激他 不料霍普直接对着地面开了一枪 当场表示你再不交代 下一枪会打爆你的脑袋 没办法 哈克只好高举双手 承认了自己是共和城的间谍 骗他们出来 就是为了抓走姐妹俩 可惜话还没有说完 枪身引来的丧尸群 已经渐渐包围了两人 眼瞅着丧尸群越来越近 两人的压力也随之增大 终于霍普忍不住开枪 射杀了一头丧尸 一旁的哈克却告诉他 对付丧尸必须要用冷兵器 不断地开枪只会引来更多丧尸 最后大伙都要完蛋 说话间他已经掏出武器 开始攻击周围的丧尸 而霍普也只能无奈地收起手枪 和哈克并肩而战 一番辛苦搏杀后 两人总算干掉了所有丧尸 此时的哈克似乎想通了 缓缓开口说出了全部真相 原来给姐妹俩发求助信息的人 从来就不是奈特博士 而是哈克本人 目的就是要姐妹俩主动离开奥马哈大学 而哈克偷袭破析舒子两 也只是因为继续按照舒子两地图上的路线走 很快就会走进公民共和城的地盘 按照规矩 所有发现共和城的外人 都会被当场击毙 他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保住大家的性命 听到哈克将杀人说得如此轻松 霍普情绪瞬间崩溃 他大声质问哈克 公民共和城为何要选中自己 哈克像看金豆子一般 上下打量霍普一番 这才缓缓告诉霍普 你能轻松破译共和城的密码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 像你这样的天才 就应该成为人类复兴的中间力量 因此他才会不遗余力地将它们带出来 现在他已经在24公里外 安排了一架直升机 只要霍普登上直升机 就可以直接飞去纽约跟父亲会合 当然此时天色渐晚 他们需要先找个房间休息一下 与此同时 爱瑞斯和菲利克斯也发现 哈克和霍普半夜偷偷走掉 霍普还偷走了菲利克斯的手枪 爱瑞斯回想了一下 昨晚和霍普的对话 顿时感觉霍普似乎早就知道 哈克是内鬼 这次跟哈克一起出走 很可能是故意的 为了验证爱瑞斯的推断 两人打开了哈克的房门 不料却在房间里 找到了满满一架子的药物 要是哈克早一点把药拿出来 菲利克斯此时应该好了大半了 爱瑞斯想到这里 赶紧拿出药物帮菲利克斯治疗 等菲利克斯恢复了行动能力 两人这才修好破析留下的汽车 两人开着汽车 向着霍普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 哈克和霍普正待在一栋老旧建筑里休息 忽然马路上传来汽车轰鸣声 哈克赶紧熄灭了房间里的灯 可惜汽车还是缓缓停在了大门口 意识到自己暴露了 哈克只好装作十分惊喜的样子 走出来打招呼 可爱瑞斯丝毫没给他面子 一开口便挑拨 哈克明明有要 却假装不知道 哈克赶紧解释说 之前都是误会 现在卡车也修好了 大家又可以一起出发了 随后便假装不在意 问菲利克斯要汽车钥匙 说要帮菲利克斯和爱瑞斯 拿行李回来休息 菲利克斯走到拐角处 示意哈克前来拿钥匙 没想到他前脚刚刚拿到钥匙 菲利克斯便拿走了他的手枪 指向了哈克 又一次开启了坦白局 哈克只好再次说出 自己的真实身份 眼看着最新人的爱人 变成了共和城的卧底 菲利克斯瞬间失神 哈克哪能错过这个机会 立马动起手来 打落了菲利克斯的手枪 随后两人便开始贴身肉搏 几招过后 走廊上的气死风灯 意外掉落 直接点燃了别墅 艾瑞斯和霍普赶紧跑到了门口 可菲利克斯和哈克却杀红了双眼 盯着星星烈火 打得不可开交 尤其是菲利克斯 更是招招致命 两人从客厅打到厨房 又从厨房打到院子里 这时候 霍普拿出了自己的手枪 但两人贴得太紧 他瞄了半天 也没敢开枪 这时候 几时听到动静的丧尸 冲了过来 艾瑞斯赶紧拿起长矛 挡在了前面 霍普也给手枪拧上了消音器 开始点射冲过来的丧尸 与此同时 哈克也占据了上风 就在他准备一刀 送走菲利克斯的时候 霍普摘掉了消音器 对着天空放了一枪 随后便拿枪指向了自己的脑袋 哈克瞬间愣在当场 只好兴兴收手 这时候 霍普又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他可以乖乖跟着哈克回共和城 但哈克和共和城 要放弃追捕菲利克斯和艾瑞斯 如果哈克不答应 他就枪毙自己 哈克为了保住霍普聪明的大脑 只好捏着鼻子刃了 紧接着便开车 载着霍普离开 第二天一早 两人抵达了直升机降落的地点 布里克忠孝亲自带人前来迎接 一路上不停地给霍普洗脑 说他很快就能见到自己的父亲 至于艾瑞斯和菲利克斯 则只能一拳一拐地往回走 走着走着 浓雾中出现一对人 有一个戴着帽子的黑人 缓缓走出了浓雾 正是霍普的好机友 独自离开的赛勒斯 此时正在废弃的仓库旁边烤兔子 等到兔子肉烤得滋滋冒油 他随意地用旧宝纸一包 便回到仓库 开始大快躲一 不料 烧烤架不小心滚落在地 弄出了滚滚黑烟 找了个小车拖着破溪往回走的艾尔顿 看到了黑烟 随即赶了过来 终于见到了好朋友烧铐达人赛勒斯 他迫不及待地给赛勒斯一个拥抱 随后便激动地介绍起了小车里的破溪 有了破溪的存在 赛勒斯终于沉冤得雪 于是三人决定强势回归 一定要把内鬼哈克揪出来 可惜三人还没行动 一辆共和城的运兵车就造访了这里 很显然是被浓烟吸引过来的 三人赶紧收拾东西开溜 奈何跑来跑去 始终没办法甩掉对方 关键时刻 赛勒斯告诉他们 自己知道一条秘密通道 可以甩掉对方 说话间便带着大家狂奔起来 直到跑到一处铁丝往前 破溪终于坚持不住了 他的伤口一直在流血 很容易留下踪迹 因此不愿意继续拖累两人 赛勒斯却坚持表示 自己不会放弃伙伴 收完就打开铁丝网 让破溪和艾尔顿先走 他则顺势关上了大门 将自己的行李丢了过去 随后拿出小刀 划破自己的伤口 向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很显然这是要牺牲自己 引开敌人 为了不让赛勒斯白白牺牲 两人只好含泪继续前进 而赛勒斯奔逃了半夜 最终还是被共和城的士兵包围 只好高举双手表示投降 那么布里克中小 到底会不会带着霍普 去见奈特博士呢 菲利克斯好机友的出现 又会给事情带来什么转机呢 我们下集再聊 喜欢的朋友 记得三连支持一下哦